今天来对比一下这个麦冠小白鞋 在我右手边这双带有扣子 这双是正品 其他三双都是fake 等一下我们对比一下正品跟fake有什么区别 首先我们对比一下它这个鞋头 正品的鞋头它是比较圆韵的 第一双fake和正品这个差不多 第二双也差不多 第三双它这个是有点撇下去了 再来看一下正品用手按下去 它这个是比较硬的 第一双fake也是比较硬的 第二双它这个按下去稍微软了一点 看一下第三双 第三双这个按下去是比较远的 还有比第三双更远的 这种是比较假的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它这个车线 正品它这个车线是比较粗的 看一下第一双fake 第一双fake它这个线和正品一样粗 还有第二双fake也差不多 最后一双fake它这个线是比较细的 对比正品就可以看出来 它这个线可能视频对比不太清楚 但是实际对比它是比较细的一种线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它这个 鞋舌这么的颜色 第一双fake它这个颜色和正品差不多 也是有反光的 正品它也是有反光的 再来看一下第二双fake 第二双fake它这个颜色也差不多 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差别 再来看一下第三双fake 第三双fake它这个颜色和正品就相差很大了 这个色差明显看起来就不一样 这双鞋子的图片对比我也发在这个上面 感兴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之前都发有很多热门球鞋图片对比 视频对比没有图片对比这么清楚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它这个后跟上面的字母 这个字母也是比较重要的 正品你用手这样抠是很难抠得掉的 基本是抠不掉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双fake 第三双fake它这个用手抠是可以抠掉的 而且很容易抠掉 有些比较假的就是它这个字母都不对 正品是AL开头 某宝上它这个是AM开头 这个差别是比较大的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来对比一下第一双fake 第一双fake它这个用手抠也是抠不掉的 它这个字母大小和正品是差不多的 再来看一下第二双fake 第二双fake它这个字母用手抠也是抠不掉的 但是它这个颜色相差是比较大的 这种穿出去的话也可以一眼看出真假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斜口这里的小羊皮 正品这个小羊皮是比较远的 正品它这个后跟是比较抠脚了 因为它这个做的是有点高的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第一双fake 第一双fake它这个用的也是小羊皮 是比较远的 再来看一下第二双fake 第二双fake用的也是小羊皮 也是比较远的 有些用的不是小羊皮 比如第三双 第三双它这个也是比较远的 但是它这个是防小羊皮的 不是小羊皮的 是小羊皮的 是小羊皮的 这种派对比较远的 判断的